别人参加恋东是桃花朵朵嗨 这兄弟是桃源结义兄弟满天下 这位搞笑中透露着一丝心酸的男嘉宾 名叫顺顺 38岁 资深策略分析师 金融演播听的常客 妥妥的精英男 倒不是顺顺风心所爱 而是实在没有发展空间 一开始他就对白富美表现出了极大好感 两人不仅是广东老表 职业还都和金融相关 而且同样喜欢听老歌 简直就是天道地势的一对 可惜天空不做美 第一次约会时 顺顺往了一步 让隔壁老财方给杰族先登了 明天晚上可以请你去 去吃个饭 但是顺顺没有泄气 第二次约会时 他说服兄弟们让自己获得了优先选择权 并开开心心拿着白富美亲手绘制的小卡片 来到了约会店 结果认错卡片了 真正和他约会的人是女文青 你以为两人见面会尴尬 不存在的 他们开始互相交流信息 那你觉得在我们这个小窝里面 有没有谁是你觉得比较有兴趣 我觉得那个莉莉 你跟能能聊得怎么样吗 怎么这是亲友团交流信息 并且迅速结成联盟 约定给彼此助攻 联盟啊 联盟来来来来 于是顺顺的兄弟嘉义 小吴近度过半时 心疼了一位女嘉宾 对方还点名了顺顺和自己动间晚餐 然而等到两人正式见面 双方互相一对眼神就确定 他们不是彼此的菜 不仅如此 顺顺还致力于将女嘉宾往青鸡身边推 告诉你他样子很帅的 是吗 真的哦 哇你们有共同话题 于是顺顺的兄弟在加一 我可以帮你做参考 就比如以后我会帮帮你啊 在背后说几句 哎呀一定要 天哪又促成兄弟了 在兄弟们的精神支持下 顺顺鼓起勇气约白富美去唱歌 注意这可不是简单的唱K 咱们顺顺租了录音棚 还买多了电台 打算让整个上海都能听到白富美的歌声 在顺顺的计划里 她会在一次浪漫的约会中 和白富美共听电台 让对方知晓她的心意 奈何天空不作美 最后抽到和顺顺约会的是温柔妹 被顺顺的痴情打动 温柔妹内洒现场 家做的事情真的很让我感动 我觉得一个男生能这样 真的很不容易 于是顺顺的兄弟再再再加一 最扎心的是 在顺顺不断收割兄弟的过程中 白富美和老财了 完成了双向奔赴 考虑到顺顺还在吃吃等候 白富美主动约她吃饭 并给她发了好兄弟卡 就是我来小屋 一开始让我最舒服的 可能最亲切的就是你 就你很像我那些 广东那帮损友男生朋友 真的 爱情这个东西真是让人发愁 不过换个角度 顺顺虽然没有得到爱情 却收获了义务的兄弟 也算是大赢家了呢